今天和大家煮一个几分钟就煮好的黑胡椒柠檬青口 首先把青口洗净 净干水放入锅中 原个柠檬放在桌面 用手轻轻按压滚动 这样做是可以令柠檬更容易榨汁 切开柠檬 一半切小件 另一半切开榨汁 然后一同放入锅中 在锅中加入黑胡椒碎 黑胡椒的份量可以按个人喜好加减 盖上锅盖 照顾青口大小 开大火煮3-4分钟 熄火之后不用开盖 烤多2分钟 吃的时候可以压外加鲜柠檬汁或者黑胡椒 这样就可以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可以like subscribe share 和记得按下个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影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